大家好 我是三喵 一个有温度的学渣 之前有朋友在我这个节目底下留言 说三喵 你都做过一期 关于英语学习这个视频了 你就接着做下去呗 你不是要做一期 关于这个应试教育 跟素质教育这个视频吗 怎么还闷歌啊 哎 这咱不就安排上了吗 你看涛涛在这啊 你能看得见他 小尾巴也在这啊 咱们聊个几块钱的啊 你看涛涛不爱学习 他就跑了 对吧 这应试教育跟素质教育啊 所以我相信 很多人对两次不陌生 特别是在国内啊 有些做家长的 我相信看我这节目的 可能有的朋友是做家长的 可能总会有这样的一些印象啊 比如说这 应试教育跟素质教育 就是对立的 对吧 这孩子要考试吧 对吧 咱就把一些玩的东西都给撇下去 咱就认真考试 这个时候切换到这个 应试教育模式 这一到放假的时候 哎 又切换到素质教育模式 这林几家小李啊 这学了编程 林几家这小王啊 又学了这个什么赛马啊 什么什么游艇啊 不行焦虑了 我也得学 就各种切换 就给人感觉这个 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 它两个是对立的一个关系 那很多的这个家长跟孩子可能就会面对这个关系 会会很焦虑 这样的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会觉得这个 关于这个应试教育 素质教育会有一个这样的刻板印象说 那国内版由于这个体制问题啊 咱们这应试教育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看这国外啊 人家恨不得下午3点就放学了对不对 这放学了这帮小子撒花的跟那小尾巴似的到处乱跑对不对 那这种情况这国外总该是素质教育了吧 那这样的话我在国内考试不成 我把这孩子送到国外去 这是不是就好得多 我告诉您 这两个想法其实都是错误 咱们先从第二个想法开始说 说这国外完全不考试 这个是错误的 您要是想在国外接受这个一系列完整的教育 你会发现考试贯穿着它的每一个环节 对吧 之前有这个哥们在我这底下留言说自己考托福 考怎么样 考雅思怎么样 您看您要是去国外去读书的话 这语言这方面的考试您总得经历吧 那好 那您说这个我我现在就美国国籍了 那我怎么办好 那您要是这个考高中的话 你SSAT 你总得考吧 你考这大学的话 你SAT或者ACT 你总得考吧 然后你可能是AP IB这些课程 你总得考试吧 然后你到大学之后 你这个平时成绩 包括你这个GPA 你说这个大学的GPA 这种东西 咱们国家办大学的时候哪有这个 还不说从洋人那儿学下来呢 对不对 这科目的假学平均到小数点之后 后期 人家对于这打分打的也特严格 对不对 说国外这个没考试 这个就不对了 对不对 但是国外这考试啊 我还想说它不是那种完全的应试教育 或者它根本就不是应试教育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说的是国外它的很多的这种考试 它的这种题目的设置也好 或者很多设置也好 它是挺合理的 您明白我讲的什么意思吗 比如说咱们拿这个国外的高考题来讲啊 这个每年啊 现在是六月份吧 这个国内高考考语文那一刻的时候 这个做问题总是被拎出来 口如笔伐对不对 对 然后其中口如笔伐 我们做对比的是法国高考做问题 这法国高考做问题 我跟你随便说几个 你觉得这个美是不是一定可以被接受 可以被理解的才是美 这是法国的高考做问题 有人说这是哲学系的吧 不如我告诉你 您不管将来学文科学理科 这种类型的题 您都得去面对 您再比如说这个 你用一个西塞罗的话 还是狄德罗的话 然后最后 你觉得政治是不是应该是道德的 那考这样的东西 有人说我这个天哪 对吧 我本来我就是想去这个 学一个计算机 我就是想去学个生物 我为什么要考这个东西 其实你想啊 这个人间学的高等教育 它培养的是一个合格的公民 那你想你到大学之后 那你这种我们标两个英文 intellectual pursuit 就是你那种智力的这种追求 等等这种东西 那个东西还是很明显的 您说这个大学里面 人家张口闭口 就是什么海德格尔 什么凯恩斯 就是什么狄德罗 就是说这样的一些东西 然后您呢 您什么都不懂 然后对吧 您还是这种自我套模板 然后口语套模板 您这样子 您说什么 您写什么呢 您到最后 可不就只能举着马面群 到这个迪奥里总部去抗议了吗 丢人不丢人 所以你看 他这种考试有没有 有 打算严格不严格 很严格 但是他的这种东西 完全就是说 我将来我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那这样的人才 应该有什么样的能力 我在考试当中 我试图考察你的这些能力 注意看 这是能力 不只是知识点啊 就咱们中国这很多考试啊 跟这个国外的考试比较 有两个很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 这咱中国这个课程大纲考试 您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 他不是那种能力测试 您看那种国外的试文 我刚才跟您说这几个题目 有没有感觉到 哎这种批判性思维啊 包括这种见识啊 这种东西 我还是能考 还是能考察到 这可不是说 我去读个200斤的书 然后然后我再去报一堆书名 然后我就能把这试考好了 我告诉您 您这只能是小学生 您要是想把那种试考好 您必须得有起码的这种思辨能力 中国不一样 但中国那 我记得我也是参加我中国高考的 那个语文考试不就是有那种 古诗词填固吗 对吧 这个 您比如说这个上一句 先帝创业为邦而中道丰俗 您下面您要是这一句您不会 那好 您这个题您就得不了分了 当然他不会出这个题 这个题没有出的必要 但是您下一句您要是提 先帝创业为邦而中道丰俗 月明年正通人和百废巨星 那好吧 那您这个题就是零分 这个没有任何任何的疑问 他就是很多的这种知识点考察 而且这种知识点考察 恨不得就把你变成一个百科全书 就是一个两脚书图这样的一东西 这不是很多人感叹吗 说哎呀我高三那会儿啊 我这个能够分析这个生物的这个DNA ATCG这种一团密码 我能够算这种三脚函数 这个核查化机啊 我还能这个看各种化学式啊 有机有机的这种反应方程式 我甚至还能算这种炸药爆炸这种充量 我到现在我就是个废柴 你看到了吗 就是他在考你很多很多的这种 你是否有足够足够的这种知识储备 而这种知识储备 可能都是课程大纲里面规定的 至于你为什么要这个知识 你这个知识跟你将来是不是匹配好 这个没有 所以说这是中国这种考试制度 它的内部有这么一个逼当 再次说一遍 考试制度啊各国都有 但是这考试的内容太奇葩了 您知道我讲个什么意思吧 对这个就是我说国外是能力考试 而你这中国这种就是 你说智力考试也好 或者或者什么也好 这个东西就显然这是不一样 还有就是国外啊 他这阅读啊或者他这很多的这种写作啊 他很多东西 他是跟你讲理的 你明白吗 那中国很多东西都不讲理啊 对不对 您记得不记得这个18年吧 有一个浙江的考试 对吧 这个阅读理解 对吧 这个死鱼的眼睛放着诡异的光芒 对吧 我现在盯过那一样 那何处人对吧 呦您的眼睛放着诡异的光芒 是吧 这诡异的光芒什么意思 这作者自己都 那对吧 都不知所以然 包括很多次他这个阅读理解里面 他让作者自己去答 这答的也是乱七八糟 对不对 很多的东西 您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吧 就是牵强附会 根本就不是一讲理的地儿 您知道吧 所以说考试男啊 很多时候他 首先他男的已经超出这个 超出这个需要的这种范图 而且他也不是一讲理的地儿 对吧 当然有的有的人会想你啊 你比如说这个 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葛军 我不知道 听我这个节目的人 有没有人知道他的 对吧 据说哪一年吧 这葛军那个一出手 好像是这个数学平均分 一下就降到了三四十分啊 那那我那年搞好那会儿我运气好 可能没碰见葛大爷 葛军就说这个我这数学不难啊 对吧 这明显的就是一些 就能做的 您考虑到我需要什么样的人 我这种选拔 那这种意义其实是没有的 所以这也是中国考试跟外国区别的第二点 他不给你讲理 为什么我要设置的这么难 以及这个答案为什么是这样 他不是那样 他不给你讲理 对不对 那第三点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个 中国这高考您不管怎么样啊 看似这个很公平公正啊 就是他这个国家统一命题 就是政府来给你命题 就是政府来主导命题 对不对 美国不是那样啊 美国的SAT跟NAT SAT是这个college board 就是大学这个委员会 它背后这个命题结构叫什么 叫这个ETS 你翻译过来叫考试服务中心啊 对很多人在那个ETS的总部 在这个新泽西去参观了一下 会做出一个不雅的时候 它是一个独立第三方命题 对不对 只不过这个college board 它的这个命题啊 它显示的这个最终的这个结论 比较客观很多大军我就认嘛 对不对 你中国你这政府命题对吧 你做的好也是好 你做的不好 他你也不能说他不好 对不对 这让人就很难你说理去吧 那在这种情况下 您想啊 总是在强调高考公平公正 我记得前两年好像有一哥们 还是一姐们吧 这做题的时候对吧 数学题不会 然后往外面去传答案 然后被逮住嘛 对不对 这抓了几个作弊的小毛贼啊 就这样显得自己公平公正 可是你问题在于你北京的题 跟上海的题 相似的题 都不一样啊 对吧 我记得好像是哪年高考吧 北京啊 北京考题英语的那个作文题 就是假如你是这个李华 你跟汤姆约的去哪地儿啊 你不能来了 请给写一道信心啊 这这高考北京的英语作文 就就这个样子 那你说这公平公正在哪说呢 所以说这个只许周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而且这个官府把一切都给抓住 所以咱们 讨论到这个地方 我们总结一下 这中国这种应试教育啊 他不是说这个考试制度本身 他有问题 而这考试制度 他已经超出了这个教育的范畴啊 你看他整个的这个官方就是一言堂 你不准在有别的第三方机构 而且这个官方不给你讲理 而且他的这种考试啊 他不是为了合理的去根据你的这种能力 去匹配难度的啊 至于说像其他那种国外那种计算机 机考的时候那种自适应性考题 你比如说前面那题做错了 别啊我后面那题给我一简单的 后面前面一做错了 别啊我给你复杂的这种考题 那更是文所文那接下来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其实这就确实上应试教育的本质了 这个东西他完全完全不是教育范畴内的东西啊 这个其实是一个社会组成的东西 他太大了 教育已经承载不了了 要我说他就是我用各种的理由 我去裁裁掉很多的人 我只留一部分我想留的人 我用什么样的理由裁裁 我不重要 甚至你看我用那种数学那种难提起裁裁 可以我拿字文 作文你怎么知道你写的好不好 那裁裁也可以 甚至你星座血行我都可以去裁裁 我跟你说这个当时啊就是我上学那会就是 我们班上有一哥们 他应该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毛泽东那个时代啊 就是被表扬的一个英烈的这个子女啊 你想象一下是谁我就不说了啊 这哥们这个我知道有的有的朋友说我很胖啊 那哥们比我比我还胖大概是把他爷爷的那个瘦都给长到他这身上去了啊 高考了200分200分 就我记得这会高考是750分这满分 对不对 他上了人民公安大学 无他就是因为啊你们懂的就这样那些原因 所以你看我如果想去淘汰掉一些人 我想把一些人聚拢到我这一堆里面 聚拢到像周公子这样的人里面啊 那总是有各种这样的原因 当然那哥们多说一句啊 我觉得他关系其实挺一般 那哥们在篮球场上打球的时候 这个球得太差了 你知道吧 竟然拿着球就在那边左拱右拱 这种人打的就没法跟他玩 对吧 所以我跟其他几个小伙伴是不跟他玩的 对 多说两句啊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反正不管怎么样 我要把这个等级制给弄出来 而且呢 这种等级制到后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呢 我接下来说四个字叫利出异孔 这就是中国从古至今秦制社会万恶之源 这个中国科举制的时候啊 这唐太宗李世民说过一句话 叫天下英雄进入我古中 你什么意思 就是我就是让这所有的读书人 你除了这读书考科举都怪 你没有别的前途 所以你只能老老实实的 在这个圈子里面给我去打转 那多可怜啊 对不对 这个太宗皇帝珍长册 赚得英雄近百度 所以咱们总结一下 这种应试教育 你说白了 那就是在利出异孔的制度下 我又想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哪怕我有个不合理的东西 好 我就这么考试制度 你也不能跟我说三到四 那这种情况就一定会催生这样的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的弊端 我就不用废话了 我这里只想谈论的是这种所谓的应试 他的这种教育也好 他的这种思路也好 他是怎么来的 对不对 那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您说教育的这种体制如此 他的这种弊端如此啊 那您说那学习的时候怎么办呢 我只能说啊 这个听我节目的诸位啊 可能有一些您家里的孩子可能是不得不去应付这种考试 而有一些呢 可能您是想学点什么东西 而不是为了考试这个原因 您比如说我想学个英语啊 我想学个俄语啊 就是类似这样 您可能不是为了考试 如果您不是为了考试 请一定要把这种几千年来这种应试教育这种遗毒 这种肌肉记忆 神经记忆给剔出去 您知道应试教育给人的一个最大的遗毒是什么吧 就是我我学什么东西 我总会有一个别的眼睛盯着我 就像那个摩切里面那个俘轮剧也 无处不在你知道吗 就盯着你 你这个排名是什么呀 你的成绩是什么呀 你学的不够好 你必须得怎么怎么样 就搞成这个样子 到最后把自己弄得很焦虑 到最后就会对我自我否定 对不对 就这样就很没意思了 所以你要是想学点别的 想学点认真的想学点东西的话 请大家把这种应试教育刻在咱们民族骨子里的这种遗毒给剔掉 那我学点别东西我想我想学养花 那我就学怎么去养花 我把花养好了就可以了 我不敢跟别人去不要比 不要跟别人去打分等等啥没意思 而如果您看我节目 包括如果您家孩子可能要就很不幸的要去中考高考 是要去这个参加这种淘汰性的这种不怎么讲理的考试 而且现在好像这种考试淘汰率还挺高 对吧像上海这个中招好像就是一半的人去上中专 那对这个中专在这个中国可能待遇并不是特别好 你看这都是一连串的这种社会问题 对吧您说怎么办 那我也给您建议就是他不管怎么着 只要他考的是科学是知识 他不是悬悬的话也是请大家直面这种知识 因为我自己一直有一个看法 就是他这个课本上的这些知识 其实一个智商正常的人 只要能够静下心来撇开自我 撇开对自己的这种PUA 您是能够学好的理科的各种工程 您不过你自己推呗对不对 自己推一遍 然后去做题的时候去想想这有什么规律 那共同的一些规律我去总结一下动脑子 那动脑子的最大敌人您知道是什么 就是您自己太局限在我自己是一个什么 我自己在社会上是什么 您有了这种评价之心 到最后就真的就会把自己全毁了 所以说我们讲这个考试制度其实没有什么 但是在某些地方这个考试制度它的内容也好 它的背景也好过于奇葩 这就催生了这种硬式教育这种东西 你看我们这就可以顺理成章回答第一个问题了 硬式教育它的反面根本不是什么素质教育 你硬式教育的反面是什么呢 不再利出一孔 社会多元化福利社会好 这已经不是教育的范畴了对吧 那如果再去这么讲的话好吧 那真的就大情要往国将不过心 我们今儿就讲这么多 咱们下次再讲到其他的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